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今天全市场都在讨论一个话题 那就是细光子 今天全市场都在注目细光子 为什么这个题材这么火红火热 原因是我这几天还有上个礼拜 一再的把这个标题写在里面 不管怎么样 每天大家都看得到细光子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火红火热呢 话说这份资料 请看 有来索取的都知道 里面有三档股票 其实第二档股票跟细光子 有很大的关联 我稍后直接拆开 但是要拆开之前 我想把这份的资料再度的把它呈现 这是昨天讲过的大标题 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大标题 细光子概念股 在昨天礼拜一的时候 盘面最亮眼的 那么今天礼拜二一样 不管美股大涨还是台股今天开高 一样一早很亮丽 但是中场大家走势并不一样 但是有一档就在我的家族里面亮灯暂停 稍后也会告诉大家 那么这个细光子有多重要呢 话说AI高速成长当中 运算跟传输都要加快 因此造就了半导体 还有半导体相关设备 还有光纤 那么这个光纤呢 主要就是跟细光子比较大的关联 那不管我过去介绍的星云 或是过去介绍的前顶 或是来到这份资料的 这个大公司 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 因为大家知道 我最近一直要大家注意的 暴跌之后的超额利润在哪里 那么要解开这一份资料 我先让大家看这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就是我们辛苦耕耘的股票 今天一大早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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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吗 一定记得啦 天天在告诉你 细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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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很聪明 我有第一档加码单的 持续买进的 今天一大早我就订好价格 订了这个涨停的价 结果没想到真的来了 我会远觉得很surprise 那么请大家不要着急 我只调节部分的加码单 然后这个地方赚了涨停 那当然你要赚这样的 一定要事先卡位 这就是我常常在讲的 标股给我卡位的人 不是等到涨停 全市场都在看他眼睛睁这么大 来不及 那我今天趁势 我一大早就定好这个价格 要把它调节部分的加码单 那今天很顺势的会员带的钱 但是后来这个涨停没有锁住 又形成了打开的状况 会员说老师你真的是 老谋生算 我说该卖的时候 我不会用我的私人的感情 去算这个股票 我完全用本间K线的形态组合 所以今天我一大早挂得很从容 那挂这个涨停价一定卖得掉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区间当中有锁起来 很多人排队买都买不到 但是我是确立这边很轻松的 把它卖了部分的加码单 那当然讲到这档股票 各位看到之后我再拉回来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请看 大家以为这是无字天书 当然啦 你从这画面看没有 你有来拿一定有嘛 好 这时候请有来拿的准备好 请所有观众准备好 一二三是谁咧 有一个日字代号是三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再拆下去了 七 哇 好像那对什么牌没有啦 我没有名牌直接听牌 日什么月什么一一日月头 一模一样对不对 好 这时候呢 有没有写字 多不多 很多啦 是很用心的一个老师 我要给你们资料 已经是很用心 好 这时候就直接拉近 我要让各位看这个 为什么要讲到这个 因为现在大家说行情不好做 什么指数暴跌又暴涨 你要忠于原位 你要知道主流在哪里 我就直接把这个重点 你看我写的很简单 我也不会落落长 这些每一个字都重点 每一句话都重点 引以AI的趋势 除了COAS 还有细光值 逐步崛起 那这两个为什么会用在这里 好 那当时这个日月头这个公司 它本来就是做封装的 那是传统型的封装 那么现在因为这个AI的崛起 它要演进到先进封装 所以大家都会听到这个台积电 它的什么设备厂 还有先进封装COAS 这就是全部在这个 那我们再把它看下去 你就了解 演变到这里要延续 那当然这个地方 细光值 这个公司已经研发很久了 但是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东西比较重要 就是材料 受限到材料 所以一直它停滞在 这个研发比较慢一点 但是它有小量的量产 因为主要是 因为你做东西要材料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大家去想 这个AI庞大的传输需求 这个时候我给各位讲的传输需求 那你传输需求 这要就跟什么呢 跟这个我刚才说的光纤有关 对不对 那所以半导体的先进制程 它的技术快速的推进 连带让这个矽光值的发展 哇 比原先预估的速度还要快 就是非要这块不可能 你没有这块 你这个AI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这传输速率要快 所以矽光值可以突破目前 就很重要的一个极限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这个大家自己看 所以光这个公司 每一句话 每一个我都写得清清楚楚 那这个后面自己看 然后这个一大堆自己看 那今天这个发展什么次 就跟你讲 你有来拿 我给你的东西是这个样子 那你要去想 今天这个股票 只有小涨也没有大涨 但是我讲过 你要买到还没有爆喷之前 那你喷上来 喷上来再去追吗 好就停在这里 我再把那个今天涨停拿出来 让各位比对 停在这就好 今天涨停 你要事先买才赚得到涨停 不是涨停去排队 那你排队好锁起来就好 那你今天排队买到 那今天中场没有锁起来 那何必 你先前买了涨停 那才对 那我现在引述到这一档 对啊 那今天这样 你不要等它爆喷才要去追 对不对 昨天这一支来拿刚刚好 那你昨天这一支刚好打下来 你看第一档已经开始 这样子反扑了 这么大一根的线 再加上今天这根线 那问题呢 目前它这个形态学来 加上它的内容 刚才各位都看到它的内容 对不对 内容好 那现在我用这个技术面来讲 它现在这个地方只要146 为什么146那么重要 它在这个区块当中 146有碰了三次了 那当然在今天这个公高的过程当中 又碰到这里 那接下来146用什么方式越过 尤其是补量 它很大几率就直接会能够冲过 因为在万般打底会喷出 那这边有一个洞 有一个洞它补量 就很容易把这个洞给克服 那当然把这个洞克服怎么样 股价就往上了 所以现在再复习一次 AI带来庞大的传输需求 必须要这两个 好不好 好 那问题就是我所写的就是这样 我这阵子都在讲这个东西 OK 所以各位看到有没有觉得很珍贵 当然话说回来来来来来 这两支是什么 想要知道吗 想要知道 你就赶快来说去 今天一样 一样这个开放100份 100份 发完就没有 我就限量100份 因为太多人挤进去没什么意思 低机器大脚吃货 这个东西终于看懂了 这看懂了 业绩暴重 看懂了 然后我讲都试试 那今天再发放100份 那有兴趣你就赶快来拿 还有两档 好不好 当然要记得 买在没有爆喷之前 那爆喷就没有用 我是跟各位说买在没有爆喷之前 所以这觉得很值得 那当然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今天的大盘 很多人可能就认为说 又很可怜 这个我又要点各位了 来来来 买在没有爆喷之前 干嘛爆喷去追 今天一大早开高 你追什么 对 对啊 行情给我准备的 那标股给我卡位的 不是喷上去才说 啊真的大涨 哦追 倒退流 刚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 都是有依据的 昨天我讲到一个概念 昨天我们的大盘是黑色的 对不对 跌了290点 但是K线是红色的 然后属于长脚的 这个脚很长 那我说这个脚很长 刚好有一个特殊的关键数字 叫20922 前一波的上周三的一个低点 一模一样 好 那么你既然拉出长脚 这个点位就不能再破了 今天有没有破 当然没有啦 破就完蛋了 今天977 但是今天这根线呢 真的是蛮丑的 开高走低 它是属于一根反差线 你越过昨天那个十字的高点 但是你又插下来 所以要反差线 今天高点有这个数字 低点977 还好没有922没有破 好 那今天整体20大排行榜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涨了40点 涨了40点 为什么会还跌呢 很简单 光一档台积电自己就涨40点 那其他扣掉 加总起来还是40点 所以其他好像白做工了 但是你去想 其他股票白做工 但是你有跟我卡这档 你会觉得很开心 这时候就会 很多人还冒出一句话 南盘见高手 我不是高手 我只是告诉你 我没有明牌 我直接告诉你顺势怎么做 所以这档今天 刚刚看得出来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大盘怎么办呢 今天竟然叫反差线 有没有关系 好 昨天我们的大盘 K线是红的 在这里位置 但是昨天是指数是下跌的 那么以两只脚2092是一模一样的 切过来一模一样 昨天下延线205点 那今天有吃回去 对不对 还有没有破 所以我昨天几个重点提示 上周五的美股是大跌的 所以周一的雅股全面一面倒 不要怪台股 大家都在倒 台股有很多阿多宅在这边搞破坏 所以台股也是这样 但是注意了 在昨天的强势族群 还是矽光子 设备股散热 有没有 昨天是这个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矽光子设备股 矽光子设备股 设备股抛刮COAS 对不对 那么昨天的低点 刚好回这上周三的20922 那么我讲过 现在最后防守点就是20922 那来到今天怎么样 好 没有破20922 虽然它是黑黑的 但是它没有破20922 今天20977 那这代表什么 市场没信心 拉高就卖 拉高就卖 就是拉高卖压就出来 所以我讲过 不是成长性的问题 不是体材性的问题 而是大家心里面有问题 而是筹码 所以在股市里面 你除了听了什么财报 还有包括你听了基本面 什么成长性 但是你要考量的就是筹码 这样了解吗 好 筹码交给谁 本间可以先筹码 那么今天这个形态叫区间横盘 关键价注意了 明日给各位21150 今天可惜的行情 开高走低又反手杀 那形成一根增量的反差大印线 今天是有功过昨天这个十字的高点 在反差下来 那插的过程当中还好没有断角 所以请各位注意了 明日开高跟开低 开高须站上关键价21150 很容易拉出中场红 只要走这个规格就好 走前面规格就好 那不然走到一半半路失踪 很容易再反杀 这条就不好 那明天开低注意了 须守昨天的脚20922 守住一切OK 还会盘盘盘盘盘 如果守不住断脚必残跌 盘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解得很清楚 但是解得很清楚当中 希望大家知道主流在哪边 市场的主力把资金拿去买什么 每天都有买超卖超 那这些卖出来资金 他跑去买什么 我还是要回归到 就是这个 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这个细光值 我等会会讲 为什么今天要先调节部分的单值 那么这个我今天已经公开了 这个也是细光值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还要拿这份资料的 请你赶快 今天只有一百份 一样一百份 赶快call me的方式 继续一百份 这两支 大家都知道到底是什么 现在给各位 偶密 电话告 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制服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每个人都想要赚涨停 但是你有没有耕耘 标股每个人都要 但是你有没有卡位 我想我讲这些很直白 也很贴切 每个人都看到股市大涨 才想去追股票 才有信心 当大跌过程的时候 甚至于有人绕跑 还反手眷空 所以这个终结 就变成追高杀低 也对 我讲的都事实 对不对 当然股票 除了看到今天这样 但是话说 这份资料来秀出几次了 关于这个 我说我要讲这个 讲三天三夜讲不完 但是我把精华直接告诉你 这个东西 市场应用 以后就是会持续成长 然后这个内容我也讲 这个公司就是因为这个上半年营收 就是稳定获利的成长 EPS达到1.12元 那它400基已经在送样 现在要800基要进入量产 那这个就是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成长的 对不对 那大家要去想 这个要走到前端 我昨天讲一个概念 我说很多东西 大家都只要成熟才要挤进去 谁 第一个 第一个当然是比较好 你到后面大家都全部 如果一个人做两个人做 你货可以出比较多 赚比较多 你后面10个人做100个人做 就没了 这样了解吗 台湾过去我们多产业都叫细养产业 我之前还举例过弹塔 对啊 没有错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 现在才刚开始发展 还没有成熟嘛 那你就要想要赶快去卡嘛 那这个呢 这个 它这个有模组嘛 这个模组块啊 这个我就讲三天三夜讲不完嘛 对不对 它主要产品 那现在它发展到细光子嘛 细光子要普遍的运用嘛 那运用到哪里 那现在就是这个AI 就主要用这些东西 那这个一拖拉股就在这里面嘛 对不对 那重点来了 好 这些你都知道 那为什么今天 大家都鸟鸟的 开高走低 然后是开低拉长停 那今天我一大早就挂好了啦 我今天一开盘 一开盘 十分钟之内就定好了 我要调节部分 这档股票 结果我就挂涨停价 我算一算挂105 结果刚好涨停价 就后来这边成交了 那成交了大家不用急 我既然跟你讲它是主流 我当然会 有股票也要赚钱 短中长都要赚 所以呢 今天只开小胖卡 没有开运超车开小胖卡 那早上经键涨停 但顺势就调节 今天这个本来是 几千张 变成今天1.4万张 你看大脚挤爆我家 9月9号昨天1.2 9月6号94.5 这边我有开过小胖卡 后来再挤 我都给你们讲 等会来看 所以每一次啊 你们要跟着我同步 不要说看它涨要去追 然后又去卖 就没有了 话说这一天 才95块94块 全力少获 我想我都有根据的 不是今天给你乱讲一通 有没有 这边有卖掉 这边在买 对不对 我已经做很多趟了 过去就不用再讲了 就从那边涨到这边 我卖了一半 我跟各位说 你要怎么去经营这种股票 你当然你短中长都要做嘛 像这边我跟各位说 来到这压力带 对不对 我都有跟你讲清楚了 后来不就下来 那下来我说你要去注意买点 你要注意超额利润在哪里 暴跌过后的暴利在哪里 你这边买这边卖 这边再来接不是很好吗 结果在这边好像不怎样 真的不怎样 但是我说昨天是反托走涨 真的OK 对 就今天呢 直接冲上去了 好 那冲上去做什么 因为我在预防这里嘛 所以我今天那部分的加码单 我就给它定这个 刚好105 那105刚好涨停嘛 就后来好 这边再拉近 我让各位看这叙叙有多长 你今天早上去嘴你这段 今天又被咬住 但是我从这边再买 卖这边 我就顺势出脱 今天收矮一点 我明天又可以进货了 这叫做一个股票 可以来来回回做很多段 在于你了解它的股息 了解它的筹码 你看今天这个量 大脚几包我家 刚刚好顺势卖 对 所以你要借助我的实力跟功力 然后在这边 这种行情还能够这样子 一挡股票可以这样做很多拨 谁我 我做到了 所以这时候你来看 从这边到这边 昨天到今天 13块 那很多人都不会在那边 很恐怖喔 卖掉 然后这边就追不回来 今天看到大涨 好 又被黏了 那股票不能这样做 我光这样做几段 各位都有知道 我做几段 所以你要有买才能卖 你一定要先买 然后才能卖 那不然去打空手道 还是要放空 对不对 我每一次有跟你们讲 怎么样买 那怎么样卖 回来再接 然后呢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再卖 那今天又兼收100块 那明天呢 另外一半 那我要怎么做 那你就要问 来问我了 你看今天 这个序序那么长 那我卖的还有钱 那我明天要买 还是要卖 全部卖光 还是再接 那你就跟我同步嘛 对不对 有钱 有标股 最老大 那真的讲到这个呢 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台积电 今天这样子到底没有关系 看一下台积电 你长5块 今天我讲过 台股40点嘛 就它 昨天这样 我说我昨天有讲过嘛 9不900不是重点 要不要涨才是重点 还是要跌才是重点嘛 你一直争 你有没有900 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昨天怎么跟你讲 我说照大家的感觉 大家都有感觉啊 每次讲三天不破滴 那我问你嘛 你都会念这个三天不破滴 那你买不买嘛 对啊 昨天三天不破滴啊 你买不买 所以很多人都是听那口号 你怎么做 今天黑K 那你怎么做 又over了吗 我现在直接换两天给你 888跟918 叫长KK 补上缺口 今天它补了上缺口 这边板有一个缺口 今天补了 那接下来 看它是带量 是红K突破这里 还是带量黑K杀破这里 所以这就是真结所在 所以我请大家 把我Tailgun加入 我早上都有提供 大盘到底是怎样 然后呢 把可以看注意的股票跟你讲 我就很简单 然后告诉你很明确 反正讲话讲清楚 讲那么多你也不知道干嘛 讲那么滴滴溜溜的 这样可以吗 可以 那讲到这个啊 当然要讲这个 红海三块 昨天呢 4.5 那重点来了 926号的时候横盘 我也跟各位说 上补要补量 但是它形成实质 这边开始又转成另外一个 929号是实质 实质170 换句话跌破前面这个172 那我有跟各位说 昨天红海是下破 所以今天很关键 昨天是标准小值字 等于说你多余空都有机会 那今天谁赢了 卖出来赢了 因为你直接卖出来 这个量很大嘛 那现在接下来 今天高点跟昨天高点174 所以接下来 我要看它用什么方式过174 我不会去讨论 它要不要167.5还是166 我要看它用什么方式过174 如果力量很大 174站上去就不会再回来 所以这边是癥结点 今天红海在破这一波的低点 但是这里160还在 所以这种股票 我已经做N百段 光这种股票我已经做N百段 所以你要怎么做就跟着我 我短波段要赚 我长波段也要赚 因为这种股票将来都是大商机 那你不要怕 有商机就会有钱财 但是看这个经营者 后面怎么样去经营 那我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就跟着我来 OK 那当然讲到这个设备股 我要拉出来一下 今天没有涨 今天没有涨6块 昨天涨2块 那这时候 昨天连续新线 对不对 这样子我帮各位标好 今天微幅跌破1块 但是又拉上去 今天等于是一开高 就已经要卖打下来 但是低接也有再拉上去缩脚 所以明天也很关键 它到这里 到底它是要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但是基本上这边三只脚 就三个尖尖的 我帮各位标的都还在 那目前这一块叫做连续新线 大脚来大脚去 高档有人卖坑下来 低档有人再接拉上去 所以明天这档股票很精彩 因为它属于什么 台积电的设备 OK 那这个属于红家军的红海 讯新 讯新这档股票 它今天来到204 昨天是标准10次 今天它这个地方又破掉 刚好顶到200 那么大一线崩落情况 换了一个大手 明天到底是往上还往下 那这时候你手上有的 或者是有现金的来问一下 我到底要卖掉还是要卖进 这时候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今天这个时候 这档股票 大家说这个散热股怎样 很简单 三天不破低 今天第四天也没有破 昨天的低点 这个双红 两只脚雏形是有 那包括这个旗红也是 旗红现在也是 昨天这一根那么大 今天也没有破 等于说这两只脚是还有存在的 昨天这个 所以大家去想每一个股票有涨有跌 但是筹码在交换当中 它怎么换 这时候就来好好问一下我 那今天我跟各位说 你资料还没有索取的 然后就今天只有一百份好不好 这个资料今天我已经开了 还有两档是什么 自己来索取 今天一样限量一百份 这时候赶快给各位call me 好不好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在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